第31題 31題到33題是題組 宇哲在白紙上畫實質記號後 上方放置一錐形瓶 瓶底中心對準實質的中心 他在瓶中加入定量的NA2-S2O3容易 並加熱到指定溫度 取定量的HCL容易倒入錐形瓶 碼表同時開始計時 輕咬使其均勻 記錄沉澱物恰好完全遮蓋實質所需的時間 下表示四次實驗的紀錄 請回答31到33題 第31題問我說 在上述實驗操縱的變因為何 我們知道控制變因法 控制變因是保持不變的因素 操縱變因是我讓它改變的因素 應變變因是我測量的因素 我們看到我們的實驗紀錄中 瀏帶瀏酸那的濃度跟體積都維持不變 這個叫做控制變因 以鹽酸的濃度跟體積也維持不變 這也是控制變因 然後我改變了溫度 這叫操縱變因 然後我用碼表量取我所需要的時間 這個叫應變變因 所以丙溫度這個就是我們的操縱變因 所以第三題題問我們說 在上述實驗操縱的變因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C 丙